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腾燃烧 摇跃空很激动 一帆 黑水兄 没有想到还能见到你们 周青年你去了哪儿 怎么一直没有你的消息 打下皇子问天妖宫少主 我闭关十几年 终于将身体调理好了 众人都知道 他身为天妖体 本应辟逆同辈才对 但却因还未出生 就被人在母体中算计了 导致他一直虚弱 不能展现出天妖之威来 一群人全都送上了祝福 向他贺喜 恭喜啊 不久后 极浩月兄妹也来了 随极家一群老古董进入了摇池 他们并不是与叶凡他们一起背上的 摇池圣女将这两人引了过来 一群故人相聚 分外热闹 暂时忘记了人族前路的迷茫 忘记了心中的忧愁 在一株古树下 推杯换展 开怀倡议 新年的一些熟人不断加入进来 与南腰与其祸水到来时 还带来他们不算多么熟悉的钟皇 难道是他 我怎么觉得黄沪间见到了一位故人 钟皇的一句话 让叶凡宇断德都是一个机灵 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关注 所以模糊的听到了 这些人聚在一起 毫无疑问是一场小盛会 猴子拉住神残道人很拼酒 南腰与钟皇以道书炼气对饮 叶凡掐住断德 用一个酒坛子堵住了他的嘴 神王体姬好月 与天腰体腰月空 探讨体质 腰池圣女 其祸水 姬子月 小泥骨 则各有仙姿 争其斗艳 也都在小隐 姿态动人 终于 该来的还是来了 有强势古王降临 神钟大响个不停 一股铺天盖地的圣人气息 汹涌进摇池 根本就不加掩饰 一个生有龙头 浑身神光缭绕的古王 大步走了进来 所过之处 所有生灵 全部不受控制的叩拜了下去 这就是圣人级的威压 一般的修士 根本承受不住 他竟直向人族群体中走去 结果扑通声不绝于耳 全都被他的气息 压得跪倒在地上 圣人之危不可抗 他这样显然是有意为之 大步向前走来 我听说人族出了一个圣人 真是难得 过来一见 让我看一看 是否名副其实 他大啦啦的 带着一丝杀鸡 神残公主和猴子 所说成真 强势的古王 刚来一人 就想血杀人族的 唯一圣人 古树如囚龙 枝雅苍尽 伸展向天 洒落下一地的阴凉 这名古王龙手高昂 人身雄伟 生具异禀 看起来高大而健硕 脑后有一轮圆环 璀璨璨多目 成片的人族 还有古生灵跪倒在地 铁如筛康 不受控制的精卵 像是在面对一尊神明 他具有无与伦比的威势 自然散发的契机 让人难以承受 这是属于远古圣人级的威压 立身在那里 满场接轨 他脸上充满了冷漠 那个圣人在何方 让他过来见我 他背负双手 昂然立于场中央 辟腻摇驰 古墓摇曳 树影婆娑 此地很安静 依然没有人应答 人族修是谁敢站出 他们没有与圣人一战的实力 在这一刻 这名古王脸上很冷酷 扫尸每一个人 而后肆无忌惮 和阳天大笑了起来 竟然逃走了吗 真是可笑 人族 你们一如过去那般懦弱 他只身闯进来 一副唯我独尊的气概 邪逆在场的每一个人 这种压迫性的气息 让人原神都要裂开了 这种笑声狠刺耳 在场的人类修是全都变色 这是一种羞辱 再等于扇他们的耳光 不远处 古墓林种 叶凡等人也全都脸色难看 这名古王太过分了 他恨不得将圣巧重新祭出 一位年老的人类修是性格刚烈 勉强对抗圣威 他也许有事离去了 你无需这样羞辱人族 有事离去 我看是逃吧 只要他回来 我立刻宰了他 龙手古王背负双手 脑后的圆环更加绚烂了 他无所顾及的大笑 像是刀子一样 狠狠的刺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轻蔑无比 一人独对所有人 这个时候 连许多古生灵都惊异 这位古王明显就是找事来的 根本就没有打算坐下来 参与万族大会 不远处 天皇子露出一缕阴森 旁边的两名古王相视而笑 他们知道好戏将陆续登场了 不仅是他们 还有其他强势的古王 也不相信巫使还活着 肯定都会陆续亲身来摇池讨个说法 真是扫兴 人族还像太古以前那样没出息 从来都不敢面对 只能沦为附庸而已 这名祖王神色更加冷漠了 说话是不留一点颜面 他妈的 连历天这个外来者 都有些忍不住了 心中冒火 同时暗自后悔 来到一颗变态的古星 生灵过于可怕 其他人也都倍感憋屈 这个古王纯粹就是为了 羞辱众人而来 那种强势 专为针对他们而显示 此时人们敢怒不敢言 这是一尊圣人 上去一千个一万个都没有什么区别 夹不住他一只手 一按之下 全部都要成为飞灰 龙首古王摇头带着一丝轻蔑 无趣啊 无趣 大步向前走来 无比的从容震惊 旁边各族反应不同 有精益的 也有怠心的 更多的人则是亢奋 风神榜镇压北域的影响 似乎都被这宗古王冲淡了 他的言行 让许多部族都很振奋 人族圣体在哪 让我见识一下 这古王大步来到了古林深处 静止向这边走来 一双眸子盯住夜凡 有些发冷 哎呦 坏了 短得变色 这明显 是找茬而来 多半是要除掉夜凡 毕竟人族圣体很不一般 太古某些大族 多半都不希望他成长起来 扼杀在摇篮中最为妥当 没什么大不了 实在不行 我今天豁出去了 以那句圣鞘 拎着吞天魔馆拍死他 尽量 尽量不要乱来 会出大问题的 短得神色凝重 在刹那间 他们暗中快速的交流了一下意见 龙首古王一步一步走来 强大的圣人起机流淌 如混沌雾气迷蒙 压得每一个人都心惊胆颤 他高高在上 俯视石桌后面的叶凡 就是你 不错 就是我 叶凡站了起来 与他多一世 平静而没有距异 远处围观的人类 以及太古各族都心惊 面对祖王威士 他竟然能够站起来 没有跪下去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有点意思 龙首古王俯视他 身上的气息一下子浓了不少 脑后的圆环更加赤胜 如神明一般 叶凡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压力 浑身骨头都在作响 若非体质特殊 可能已经要崩碎了 即便如此 他也是身体剧痛 一种巨大的力量向他涌来 压迫着他要跪下去 这是圣人契机 你以圣人之力压迫算什么本事 有什么可以自傲的 场中一个清冷的声音响起 猴子站了起来 与祖王多一致